首都開羅的票站投票結束後 職員隨即開始點票 進行首階段公投的包括開羅、亞歷山大和其他八個省 由於選民踴躍 投票時間比原定延長4小時 投票期間在亞歷山大的票站外 超過1,500名婦女示威 抗議票站職員以武穿著罩袍為理由 阻止他們投票 全國約有5,100萬合資格選民 新憲法草案要個半數贊成票才能通過 其餘省份會在22日進行第二階段投票 反對派陣營批評新憲法草案的 伊斯蘭較色彩太濃厚 限制言論自由和婦女權益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李刊文報導